本土民主 反共 普羅政治 民聲起義 myradio.hk 接下來在10月16日myradio八週年台慶聯歡晚會 陳雲將會上台激昂高歌 為myradio籌無營運經費 大家支持陳雲國師在台慶獻唱的話 可以選擇親臨普羅政治學院捐贈現金或支票 支票也可以郵寄到普羅政治學院 抬頭請寫普羅政治學院有限公司 假如你有PayPal戶口 你也可以登入之後 以轉帳的方式將贊助款項傳入 hkpolitariat at gmail.com 同時著名贊助陳雲10分鐘台慶籌款演唱會 如有查詢請電24673088 請大家踴躍捐輸支持陳雲國師 支持myradio 早晨大香港早晨到第四節 剛才我們麥克風就在討論 因為我們讀選舉候選人名單 原來除了你要交你的政治聯繫 政治組織之外交你的全名 有一格就寫你有沒有別名 原來因為投入一個助選工作多 就是日朗跟阿康幫忙很多 原來有一個填別名的 當然如果你較為了解前幾年的選舉 其實我們都知道有人會在窟外寫一些別名 譬如長毛 長毛是最多人知道的 我立即在想長毛 是的 那是否因為寫了在那個表有別名 長毛才可以在Banner上寫的 不知道 糟了糟了 突然說了我們不知道 在選票上會出了 哦 即是潑湖 是的 那是很好的 即是有一個歌曲波球 是的 不定的 因為有些人會 剛才我們看的就是阿芳學生後面有一個拿渣 這個名字 阿芳學生的對手都有別名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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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對手崔健邦 不過別名就這樣叫阿芳 崔定邦 崔定邦 崔健邦是阿米哥 阿米哥 哈哈哈哈哈哈 他還記起這些東西 哈哈哈哈 不是記得這些嗎 我也記得 我也想起阿米哥 我還記得他的阿米哥 我自己是誰的賤女仔 是啊 還有很多藍衝 是啊 是辣面的 紅師 是的 崔定邦 說了那些候選人 不如這樣吧 花一兩分鐘 先說完 因為我怕我之後不知道說不說 說完我們那六位候選人的名字 以及他的 是不是叫精迪 其他的候選人 首先在黃大仙區 我們熱血公民的候選人就是梁又敬 他們會出選黃大仙區的慈橫西 而同區的候選人是有袁國強和翁成光 對 嚴國強就不是那個 就不是那個 就是那個 龍之 哈哈哈哈哈哈 說到深水埔區 就是方志龍 挑戰在圓州和蘇屋選區 現在挑戰就是競逐連任的民建聯任區議員陳偉銘 另外北區就是有我們熱血公民的李正希去出選天平西區 同區的候選人是有黃宏濤和潘德永 另外還有的就是屯門區屯門的樂趣選區 我們熱血公民是有鄭松泰出選的 同區候選人是有何仲仁何君耀 阮偉忠和張永偉 而到最後呢 南區我們是有兩個候選人的 兩個候選人的 包括就是有二脫公民的黃宏濤會出選李冬一 同區候選人是有歐樂軒和李嘉盈 至於蔡文龍就會出選李冬二 同區候選人是有彭兆基 羅健熙和鄧家樂的 好齊齊了 李正希厲害的 我懷疑他 懷疑而已 我不肯定是不是 他是全港現在是唯一一個穿短褲去下街 做宣傳 不是嗎 應該還有其他人穿短褲 候選人 候選人 不知道 他有穿那些保暖的 保暖那些 投給那些 穿短褲就厲害 穿短褲就厲害 是啊 你問鍾薯斤 你問謝偉珍 他們兩個說 鍾薯斤 鍾薯斤是有選的 但是只有他一個候選人 沒有選手的 沒有選手的 只有他一個候選人 好 謝偉珍呢 謝偉珍 說選超區 油民 很早幾個月之前 不好意思 我亂說話 做了這麼多連接 我都沒有說自己亂說話 今次就是亂說話 你看看 其實為甚麼會 是落末區的 這個灣仔落末區 謝偉珍 我找一下他 你按一下落區 為甚麼會都說選舉呢 其實就不 因為我們幾個 我們三個都有 到街站幫忙 我幫過一次 有幫忙 我想看看你們有沒有遇到甚麼 隨時 或者遇到 落區見到選民 或者見到市民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遇到一些特別的事件 其實也想問一下 日朗也去很多 因為你就在樂趣那邊 在條緣碼頭 吹到頭傘 很大風 那邊很冷 對著海 吹著海風 環境真的漂亮 你讀吧 你見到你讀吧 不要讀錯上面的隔壁 又讀多個區 那就說回落末選區 現在他的候選人 首先有謝偉俊 他是律師 他是獨立人士 另外還有蕭斯江 也是獨立人士 也是律師 還有麥國鋒 是社會民主連線 總共暫時有三位 不用再多說了 日朗就在屯門好很多 主要都是想說有人認得你 有 有些聽眾 有些下來特地支持我們 或者找阿泰拍照 有人找阿泰拍照嗎 有阿特地走下來 然後再鋪出來 再打開拍照 我知道 我知道 令我能夠拍照 OK 打開拍照也要的嗎 打開拍照也要的 不知道會不會 OK 因為現在選舉 他要每一天 現在每一天都要把選舉的廣告 都要交給民主事務署 上次不是收到回覆的 又說那些不計算選舉經費 但是現在是硬性要上報 還是現在是穩固一點 現在要穩固一點 OK 我想一個方法 假設我真的很討厭那人 即是黃承芝 我明白 我明白 他就說我的名字 接著黃承芝 你找吧 我一直找他拍照 在Facebook 他不是做很多PayPal Work 是嗎 嗯 可以這樣說嗎 可以這樣說 是 唉 如果被人知道 別人不停拍照 他就糟糕了 不過其實之後是可以 我們現在就要PayPal Work 就要逐份交上去 但之後可能可以用連結 再上去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還沒申請過連結 是的 即是上載上去 是的 我想都 唉 辛苦 現在都很辛苦 現在每一天都要填一份方面 之後交去 辛苦選舉事務處 是的 何什麼光啊 另外一個是 你不要讀錯 是的 黃承芝呢 他就是選粉嶺男的 黃承芝以新思維的名義出選 然後跟他同區的候選人 有一個獨立候選人 叫做何樹光 暫時粉嶺男就是這兩位 現在好像報風暴消息似的 會15分鐘 30分鐘 爆風球 請掃門樁 海面有湧浪 散尾以來 哎呀好了 大家小心點說話 唯有 唯有 唯有是這樣 是不是剛才說 湧不湧躍 我想說 現在團門 其實都可以踴躍的 因為我們通常是擺街站 都擺在碼頭 輕鐵站的位置 人來人往 啟風對出 是的 還有很多街坊 會走來講現任區議員的壞話 就是說現任區議員 經常都 看IPAD 每天都看 每天都看 看地鐵 或者說他經常都說謊話 又說他 或者他沒有怎樣做過一些地區工作 不奇怪 有些街坊說法 不奇怪 有幾個不奇怪 第一就是 你做另一份工作 就是立法議員 你又做區議員 我覺得是分身不暇 地區工作其實是很辛苦 我之前都說過 我是認識一些民主黨的地區貿貿監運 你不懂得名字的 不是現在我們日屌夜屌的 認識的名字 不是 不是鴨力臭 不是低調一點 沒有那麼加密 其實是落力的 我真心 我知道 我知道 因為 其實你說區域小 但是你要 越小就要處理 越多 是很綿乾碎湿 很個別 其實好像我剛才說的老人家的案子 是真的 真的 真的打石仔打回來 如果做得好就真的不得了 做得好就不得了 當然有些做得不好 經常都不開辦事處 這樣 上屆黃大 不是抓住一個 一個八甲黨的人去罵的話 他不開辦事處 不要開名字 不開一會兒又找了 麻煩 你自己貼回連結 你自己欣賞那段Youtube 地區事務 那現在屯門那邊 因為好像說你見到 何俊仁是一見到你們就走 因為其實 如果你看回上屆區議會選舉 上屆區議會選舉 何俊仁說過 有一個策略 就是說他不會跟 同區的敵人正面交鋒 別人見不到他 可能主要都是吧 就是問他的質詢 他就不回答你 是的 何俊仁要看回 黃碧雲 我講的 看回黃碧雲 今天的那篇文 黃碧雲如何罵葉劉淑儀 因為我記得 我111年的時候 在一些新聞編定的時候 他是特意說 他不會回應 一些所謂的 一些攻擊他的一些說話 他會特意去避開 一些候選人的一些追擊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開街站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會撞著何俊仁 所以通常見到我們 一插完旗 或者是 我們開始叫咪咪之後 他就會開始撿東西走了 即是 迴避市民 是的 終於是迴避我們 迴避這樣 24小時 找人動之旗 力量 然後等他不敢下來 失敗日朗 日朗 在責任留守 那些契弟 阿康主要就是在 你在哪個區 天平西 天平西 上水那邊 我剛才聽你說的 反應很好 反應都OK 其實我想 初來我下去的時候 我都不會 我以為都是比較冷淡 始終上水 北區都是建制區 建制票倉 主要來說 好像北區一直是民主黨 但是我以為 下去之後一定是 周街土共就吊咬你 又不是的 那件事下去 反應又挺好的 街坊會跟你說 我今天上班 又被水貨佬搞到我遲到 塞住 塞住不能上車 迫車 那些 講一下學位問題 其實他們都很關心 所以其實 反應 我覺得在預料之外 都挺好的 有點像我兩天前 做節目說 整個選舉 尤其是北區的情況 就是 這個議題很政治化 其實因為很政策化 你去到一個大圍的政策 整個香港的政策 有沒有影響到我當區的生活 例如水貨 學位 有建制 有建制的候選人就會支持 這個水貨城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項目 可以倒閉去砌 因為始終這個都是 政治議題和民生議題 它的關係相對比較大 很大 所以如果我們二脫公民 我會覺得就是一個比較 質重是一些政治議題的一個團體 就是在區裡面參選 我們都是會強調 就是要熱脫政治 本來也是主要是政治議題的時候 可能去到上水的時候 就會比較吃香 就比較容易受到一些居民的售落 是啊 但如果屯門 可能跟街坊聊天 跟著說一些很 我前天都說了 很難免就是這些政治 很不地區性的東西 雖然我們覺得不能夠 忽略 分開忽略 但是會不會有困難呢 如果你到區去跟它說 關於人流政策 V3X 那個站 V3X 那個站 V3X 那個很重要 都離得遠 因為碼頭那邊 始終不同市中心 是啊 有這麼多走私 走私拆走過來 是啊 始終是比較偏遠的地區 所以對於 或者其實對於 現在大陸人 或者一些政治議題 對於屯門碼頭居民的 一些民生上面的影響 未必會太大 所以很多時候 民生議題 都會扣回領會問題 因為現在在屯門的 蝴蝶商場那邊 它現在是由領會控制住 現在整個商場都圍了板 全部都做了大裝修 那些小汁 又裝啊 是啊 好厲害 因為現在蝴蝶商場 是在做大裝修 所以我們通常都是 拿回這一個點 來去跟街坊說 誰當年支持領會上市 誰令到領會上市之後 搞到現在民不聊生 大家要捱貴租 就是這些議題 去告訴居民 不過我突然間很地區化 因為 我有四五年在屯門工作 那 蝴蝶 你有沒有走過商場 你走過去 它有沒有說 要有什麼商場 將會起 那些很貴價的東西 我想說蝴蝶村很窮 還有隔壁那個湖景 其實都頗寧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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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寧 蝴蝶之前 我已經發現一件東西 就是DL很難吃 你知道你住屯門 你多不多在蝴蝶袍嗎 不多 因為都算偏遠 對你來說是偏遠的 我也明白 因為我初戀是未落 啟風很好走 我相信很可愛 這些是舊式商場 我非常喜歡走這些 蝴蝶地區議題 但因為公屋那邊 就不是我們的目標選區 未必涉獵到 都去不到那裡 但都要打 因為你想想 你住在一個地方 旁邊的經濟實惠的商場和街市 就當然很多 其實之前那裡有扔強水事件 如果我沒有記錯 如果我沒有記錯 我都要補多一票 上水呢 如果上水 上水 地區議題是容易打 是啊 反應OK 但我看到也有土共罵 天天罵 應該每天都有一些 有些就比較 可能影片看到 可能是 真的走過來大聲罵 有些可能是 你走過 你兩句 就是小聲 又不敢大聲 像垃圾 那些 那些瘋狂 聽不少 多謝 大家敢說 聽不少就是那些 但反而 明目張膽地說 有很多 大聲的 就不是很覺得 就是很合 整班過來合 又沒有 就是這樣 人手不足 可能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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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過一次 利東那邊 因為我安排不到自己工作時間 我請不到假 那我就去了利東 那感覺是很特別 因為我本來很少說到 而且我是社工 我也有說 甚至是 我是做地區工作出身的 就是我早幾年 是真的在地區工作的 真是紮巾 真是紮巾 甚至我 我早在04-05年 那時候我已經有家人問我 你會不會選的 我說 不要 每四年做份這麼大的 我這麼懶惰 真的搞不定 是 但是 你去每個新的社區 不認識 你會有那種 新思感 你天生的本能 去研究那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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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 你派那個地方 你又會有 我們在巴士站附近派 一些交通的樞紐 有住私樓的人 有住公屋的人 有住公屋的人 我發現港島人 真是港島人 港島人是有一種 有種氣質 港島人是有一種 很瘋神 很禮貌的氣質 即是很開心 接你的單日 多謝 不跟你叫早晨 那些 問心是否全部支持著公民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 未必很認識 我們也理解到 但是 那些人真是禮貌 那些人 那些人 我也覺得 不論他們富華貧 他都覺得自己 挺富貴 挺重 可能住在地區 那些店舖 可能是比較高尚 地齡人潔 那些店舖 店舖 不是 我們那天喝茶多開心 很好吃 又要去喝多一次 真是很棒 再下去幫忙 不是 我真的要安排 星期六日 我要飛的才能進去 飛的才能進去 那些上班時間 因為去到遊園了 然後 不是 我準時的 但是辛苦 那些 不如去茶樓等 我不敢 我不拜託下次 希望都努力 其實都是為自己的手足加油 為六位候選人加油 這個選戰辛苦 每天都要下區 面對不同的罵聲 當然也有人支持你們 看到你們的勤奮 看到你們的努力 有人會問 為何 臨選才下區 那 我不是在那裏做 我不是那個區 我當然不會在那裏做對決工作 如果你不在那裏做對決工作 只有建制派 才是這樣的 那有錢 你老母 整棟樓賣進去 讓你做業主樓 還是做到工作 不是那一種 但是 你說為何不跟地區有關 我們是打政治議題 那 也可能用一個省錢的方法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麼說 但是 我希望借節目 就是 我再一次 第三次 向每位候選人致敬 也看到這麼辛苦的手足 就是每一個助選 管理他的Facebook Page 日朗他們幫忙 也每天都下去 叫醒候選人 跟他們下街 就是 就是 又回到一個很瘋狂 很熱血的狀態 選舉就是這樣 是嗎 真的 厲害 我覺得你們真的厲害 每一個都很厲害 希望大家都努力去做 這是我的看法 最後有一點交代 就是 Check Room 有人說 曾經超被人拘捕 反而 是 現在的情況 是怎樣的 不是 就告他這個 四項左差辦公 和一項襲警罪 七警未拘捕 是 預約拘捕 預約拘捕 就告他幾項 四項左差辦公 和一項襲警罪 是 效率真是高 是 今早八點多 曾經超說 他是接到警方的預約拘捕 太好笑了 不是 剛才我第二次都錯誤了 就是說 為何會 警察 政府 有個盤算是 不可以拉 一來打擊了 另一件事 就是 我剛才說過 警察已經完全不是政治中立 是警察自己都知道 藍絲都知道 他是會幫自己人 警察肯和你做這些dirty job 肯和你騙幫 他們自己心知肚明都知道是騙幫 他們會做這些 就是 可能獲得某些手朗 某些認可者某些order 但是如果我做這些 你和我割席 你把我推出去死 現在剩下幾萬個警察 就不會和你這樣執行職務 就會回復正常 現在是不正常 這是政府的盤算 現在政府面對的問題就是 告又不是 不告又不是 如果真的動警察的士氣 我想說這個士氣不正常 不是我們經常說團隊士氣 士氣精神 不是那些事情 是在侵擾我們 因為他們的團結 是 他們願意這樣服務政權 去害到我們 我當然想它散 但是如果政府會這樣 去告這七警員 而入罪 警察就會崩壞 其實不是崩壞 是回復正常執行職務的方法 可能是這樣 但是可能會走得更差 可能會發瘋 我不知道會怎樣 另一個問題就是 假設你無奈地政治上 不是政治上 行政上你都不告不告還需告 案件又不可以浪一輩子 那些人停職留身 不是在支隱身 都仍在 你始終都要做事 你始終面對輿論的壓力 那個輿論的壓力 絕對不小 其實你看香港警察的頁面 他們那個專業就知道 真的 其實 你說拿來做什麼公關工程都好 你看到那些評論 你自己身份的警察 你有斗令的專業 你有一點點不好意思 你都真的 你真的不知道怎樣面對 不知道怎樣面對自己 不是怎樣面對市民 但是又這樣說 如果真的告 我不知道司法那邊是怎樣 這麼合作 萬一無罪釋放 告不入 民情是沒有人可以控制到是怎樣的 是啊 這個炸彈現在收藏了這麼久 你可以討厭左膠 你可以討厭黃之鋒 你可以覺得 為光懷 你可以覺得 曾建超有韜光 一周年點蠟燭 你可以說這些事情 但是我們沒有否認 他是被打的一個 他是受害者 如果這件事 那個公義得不到張顯 得不到司法懲罰的話 他得不到 我真的想不到 那個反彈是可以多恐怖 雖然你現在說 原水有沒有反應 現在很多政治事件都不理 但是這個 有片有真相 放在市民眼裡 這個我真的奉勸政府 你真的小心行事 我當然是知道你心懷不軌 但是實際到操作的時候 你真的小心點 這件事 有人說 當然找了幾個祭旗 但你拖了一年紀 我當然知道你不想這樣做 但是你自己盤算一下 你試一下 你真的試一下 律政司出來說 不夠了告 你試一下 當庭釋放 當庭釋放 我覺得今天很可笑 會剪來做新聞 今天到這裡 我喉嚨痛到爆炸 昨天和小菜笑了一整晚 加爾馬龍 很吃力 一會兒都會重播 心肖虎人純相 你預約下午兩三點 我們節目到這裡 一朗就忙 忙繼續去選舉工作 和發學工作 阿康就忙繼續和人量身訂做衣服 我要帶給看醫生 今天去 因為一周年 一周年紀念 他一周年去見一見醫院 因為他是早產B 其實按足月來講 今天才是 不知道今天還是上去 才叫正式一歲 所以要去醫院 見一下醫生 那我不問 為何你嘴嘴嘴呢 你走得這麼好 所以我就要閃 我也要去見醫生 所以今天時間到這裡 今晚與政治 不知道有沒有大坑 今晚再見 好 拜拜 請大家踴躍捐書 支持陳雲國師 支持我的 Radio 我一陣燈 請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